這樣就沒有了 所以剩下這一個 這個的話呢 它是取近你什麼呢? 1的x 所以這個是1的x 你把它微分以後 變成1的x 所以這個 這個東西的話 跟這個東西的話 你把它微分是一樣的 再來我們看看 第二個性子 就是說 你這個的話 這個函數的話 你把它帶成 帶1 帶0 帶0下去 這個通常是0 這是1 再來的話 你把這個給它帶0 這個是帶0的話 帶0的話 這個等於多少? 等於Limit m曲心不太大 就在0 1的n字方 這還是1 所以這兩個函數 兩個函數它微分是一樣的 它帶0的話也是一樣的 所以這兩個函數是一樣的 也就是說這個等於多少? 有無窮相 這個是等於Limit 這兩個函數 m曲心不太大 m曲心不太大 e加 m5 x 等於是 n字方來的 結果這個函數的話 從歷史上來看 一開始是由複利來的 複利得到以後 那我們再用Win的方法 找出 就是把一個函數 用多項式展開 用多項式展開以後 那我們再用多項式展開 因為1的x fx 等於1的x 它有什麼呢? 我假設它可以用多項式展開嗎? 那多項式展開的話 就是A0 加上A1x 加上A2x平方法 一直加 我假設它可以用多項式展開嗎? 然後呢 這個它的特性就是說 那我現在兩邊給它帶什麼? 帶0 那1的0次方呢 這是等於1 所以這是A0 所以我就曉得這是1 然後給它微分 微分以後的話 這微分以後是1x4 那這微分以後 這個就是沒有了 這微分就是A1 這微分的話 2掉下來了 這2A2x 後面的話是3A3 x平方 點點點這樣子 然後我兩邊給它帶0 兩邊帶0的話 這個就沒有了 所以的話我就曉得 這是 帶0以後這是1 所以這個也是等於1 也就是說這個也是等於1 好 那再微分 在微分以後 也是1x 微分以後的話 這就沒有了 這一項就變成多 變成2A2 那再加多少 掉下來 就是2乘3 A3 x的一次方 點點 好 那兩邊再給它帶0 x給它帶0 帶0的話這個全部沒有了 那帶0的話這個等於1 也就是這個東西等於1 2的A4等於1 所以A2xA2等於1 所以A2的話就等於1 1 2分之1 所以這個就等於2分之1 1 2分之1 2分之1 1 1 2分之1 2分之1 每1分之1 1分之1 這個 1分之1 2分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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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三階乘分之一 所以這個A3 這個就等於三階乘分之一 X38 所以你就可以得到 得到 這個什麼呢 這個我們就所謂的極速 所以這個極速是怎麼來的 這個極速事實上是 一開始是先定義這個函數 定義這個函數以後 然後你用微積分的方法 把它給展開 就得到這個極速 好,那得到這個極速以後的話 你會發現 這個極速有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這極速的話 你會發現 這是1的X四方 乘以 1的Y四方 這會等於1的X加Y 那你如果能夠證明到這一點的話 那你就發現一點 就是說 1的X四方 事實上是一個指數函數 它滿足指數率 指數率就是A的X四方 乘以A的Y四方 這個是等於A的X加Y四方 這是指數率 所以我們會發現 這個東西的話是一個指數函數 這根跟2的X四方 這事實上是一樣的 只是說它底不一樣 它的底的話 事實上的話就等於多長 它的底就是說 X給它帶什麼 帶那個 它的底的話 是等於多長 它的底是2 它的底是1的話就等於這個 那你可以計算 那你用計算 你五項、六項、七項、八項 一百項 一百項的話把它帶進去 你會發現這個數 是等於多少呢? 是等於2.718 28 那你帶五項項的話 這有項數字就會越多 那我們現在來看看 來說明說 這個真的是一個 指數函數 你就直接把它相乘 這個直接相乘 就是說 這個是 一階乘分之X 加二階乘分之X 加三階乘分之X 加三階乘分之X 加 一階乘分之Y 加二階乘分之Y 比方 加三階乘分之Y 三階乘分之Y 一直加 那你把一乘 我們先來看 看這個 看常數項 常數項 1乘1就是1 看X加Y這一項 A加Y就是 這個乘1 加這個乘1 這個乘1的話 就是等X加Y 一階乘分之Y 一階乘分之Y 加多少呢 再看X加Y的平方向 A加Y的平方向 有多少呢 有這個 這個乘1 這個乘以1 就是二階乘分之X 加多少 加這個乘以1的話 就二階乘分之Y的平方向 加交叉相 交叉相就是說 因為它是二次的 就是 這個乘以這個 這個乘以這個的話 也是個二次的 就是說 因為我們展開的話 這個就是X的平方向 加中間交叉相就是 XY 就一次一次嘛 加上Y的平方 只是說前面有個係數 這1這是2 然後我們看看 這兩個相乘 就是 XY 好 那我們今天合併起來以後 我們發現 這是2 這等於2分之X平方 通分以後加2XY 再加Y平方 這個就等於多少呢 2分之X加Y 平方 這是2階乘分之X加Y的平方 那你可以自己去做一下三次方的 三次方的 三次方的包含什麼呢 包含就是X三次方 加這個S平方Y 再加多少 再加這個 SY平方 再加Y三次方 你就把它交叉相乘 交叉相乘以後 把X三次方找出來 把這找出來 找出來以後 合併以後 你會發現 這個事實上就是什麼呢 X加Y的三次方 好 這個呢 事實上是等於多少 事實上就是等於1的X加Y 這兩個多像是 就是說 這兩個函數 乘起來以後等於這個 所以 這個函數它有指數的性質 所以我們就曉得說 1的X 它是一個指數函數 好 那在這裡的話 這裡有講 這裡有講 他說 這個東西的話 我們也可以用那個 十經位來表示 那這十經位的話 在那個電腦裡面的話 就所謂的什麼呢 所謂的那個 Floating point Floating point 就是胡點表示 這個是電腦語言 胡點表示 我們在數學上 就叫做十經位 在數學上叫做十經位 在電腦裡面的話 叫做胡點數表示 就這樣子 然後呢 我們可以用四手錄 四手錄 四手錄 比如說我們要取到 有效數字 取到四位 1 2 3 4 我們要取到四位的話 那這樣後面四手錄的話 那π的話 就約是等到 3.1416 這樣子 好 那再來的話 再來的話 再來的話 這個 這裡有個例子 這例子的話 是說 這個例子的話 它是說 要把這些數字 第一個是十三分之一 這是等於 0.07 69 2307 6923 它要你什麼呢 它要你四手錄 取八位 有效數字 五位有效數字 跟三位有效數字 那你如果是取八有效數字的話 這個 八 這個不是有效數字喔 這個有數字的 這個才是有效數字 因為我們曉得 我們剛剛不是講嗎 這個東西怎麼來的 就是我們用那個什麼 用那個小面積去量 然後把它割成十分之一 割成百分之一去量 我覺得 能夠看得到的 所以 那這個呢 是從什麼呢 這個代表什麼東西呢 這個代表說 它不到一 那不到一的話 我們要用那個 百分之一 面積百分之一的 那個小片片去量 所以 所以呢 有效數字是從這個開始 這個都不算有效數字 好 那 那這個八位的話 是 12345678 後面四手錄 所以就變成7 所以它呢 有效數的取八位的話 就變0.07 6 9 2 3 0 7 7 那八位 12345 6 7 8 那你如果去取五位的話 就123 4 5 這五位呢 2 4 5 那就是 那就是 就是那個 0.07 6 9 2 3 1 2 3 4 5 那這個的話 那 1 2 3 4 那後面的話 2 3 後面四手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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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三位 如果是三位的話 1 2 3 後面四手錄 就0.07 6 9 這是三位有效數字 好 那你要 因為我們剛剛看嘛 這到底是不是有效數字的話 有時候會搞混 那五有沒有辦法 就是用科學記號表示 怎麼用科學記號表示呢 就是說 你這個東西的話 這是百分之一為何 這百分之一嘛 所以你這個可以把它顯成什麼呢 顯成是 7.692307 6 9 2 3 那乘以多少呢 乘以百分之一 就乘以10的負荷次方 那這個我們稱為 科學記號 科學記號的意思就是說 我把一個數 寫成A 乘以10的N字方 好 那這N的話 A它是大於等於1 小於10 那寫成這樣的話 你很容易就看出它的有效數字 你在這裡就看它的有效數字 你八位的話 就12345678 取到這裡 前面不會有0 前面不會有0 那這樣的話就很容易什麼呢 很容易的話呢 很容易的話呢 把這個什麼呢 把這個有效數字的話呢 把它給表示出來 好 其他兩題的話呢 像這個根號2 第二小於的話 根號2 等於1.414 那點點點 好 你取八位 取五位 取四位 那你就自己練習了 那你就自己練習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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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